美国经济是真的遇到了大麻烦,我们先来看一些数据,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,美国5月为几条CPR同比升8.6%,预期升8.2%,前值升8.3%,几条后CPR环比升1%,预期升0.7%,前值升0.3%,6月的CPR很快也将公布,大概率还会继续上升。 我们不要忘了,6月16日美联储疯狂加息了75个基点,这个加息幅度是非常罕见的,是1994年以来美联储单次最大的加息幅度,而就在5月初,美联储刚刚宣布加息50个基点,当时就创下了20年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,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多月时间里,美联储加息了125个基点,按现在的节奏, 美联储7月还可能再加息,加息幅度基本上依然是50个基点或75个基点,现在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1.5%,按现在节奏到年底就要加息到3.5%了。 美联储为什么加息如此之猛?原因很简单,就是严重的通胀压力。 如果美联储再不大幅加息,那美国的恶性通胀将会加剧,美元或比有陷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,美元可能因此出现严重贬值。 事实上,美国政府的游离现在很深,因为增长压力很难维持正数。 对美国来说,现在的形势就是经济发展的最差形势,高通胀、低增长。 对美国来说,这种局面显然是难以持续的。 但是两害相权取其心,美国在经济增长和控制CPI之间,最终选择了控制CPI。 如此一来,美国经济就有硬着陆的风险。 所以现在美国的状况是很糟糕的,高通胀、负增长。 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,美国依然毫无反思的意思,继续制造大国、地区对立,刺激地区爆发冲突。 其实这也是美国的套路。 美国经济增长实在是乏山可陈,没有任何增长点,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要加息。 美联储在美国CPI严重高企的情况下不得不加息,但同时美国经济又出现了负增长。 加息意味着经济很可能硬着陆,美国资本市场可能泡沫破裂。 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加息,刺激其他国家的美元回流美国,就必须得制造地区冲突。 譬如俄乌战争爆发,欧洲的资金就会大规模从欧盟流向美国。 美国为啥一直想在中国周边制造冲突? 其中很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想刺激在中国的资金流入美国。 不过在经济手段方面,中国是老道的,在美联储加息暴力加息前的四月中下旬,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提前快速贬值,贬值幅度恰好在5%左右,如此一轮贬值。 如果单纯为了利差而试图回流的美元,这一下子就把门槛抬上去了,走可以先留下5%的成本再说。 结果资金回流美国的冲动就被遏制住了,6月挨股北向资金直接禁流入超过700亿。 同时中国利用外资也在创新高。 美国的政策在中国这里再次失效了。 美联储大幅加息,这让一些承受能力弱的经济体率先崩溃,像斯里兰卡经济已经崩盘。 乌兹别克斯坦也发生了暴乱,这一切都和美国加息有关。 有些经济体为了对抗美联储加息不得不跟着加息,过去中国市场要对资金保持吸引力,也需要人民币的利率与美元利率有一个利差。 但是现在不同了,在美联储大幅加息的背景下,人民币利率上完全没有任何动作,并且看起来也没有任何动作的意思。 这就意味着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,就会超过中国央行的人民币基准利率。 未来如果人民币市场的利率,比美元市场的利率还低,中国市场如果能依然保持竞争力,那就表明中国在内在经济实力上正在超过美国,相比美国中国经济要好得多。 不仅如此,美联储大幅加息的背景下,美元通胀压力并未快速缓解。 这已经开始倒逼美国不得不自打嘴巴来取消对话之前,特朗普强加给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。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称,经过数周的权衡和讨论,预计拜登将很快决定取消部分对话商品加征的关税,最快本周宣布。 为啥在上台一年半后,拜登政府准备取消关税了? 根本原因就是通胀,持续的高通胀,使得美国更加需要廉价的中国商品来平衡物价。 但自己能主动降低物价的最好方式,就是降低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。 拜登政府上台,本想皆知是在敲中国一笔,让中国多买点美国产品。 结果中国根本不打理美国这种意图,这是中美谈了一年半,也没有任何结果的原因之一。 当然关税之所以没有下降,还有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,美国某一代表戴琪是个华人。 华人进入美国精英圈只能更繁华,才能获得政治正确从而确保自己的政治信任。 这一点我们过去从美国驻华大使洛家会身上,可以看得很清楚,所以戴琪也是如此。 他必须坚守以保证自己的清白,所以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,一直没有大规模下降。 这也渐渐推高了美国的物价。 现在美国顶不住了严重的通胀压力,于是拜登政府准备降关税了。 拜登之前也明确表示,过去几周白宫一直在考虑此事,可能本周公布决定。 取消关税的商品可能包括辐射和学习用品等消费品,并将推动更广泛的框架,允许进口商申请关税豁免。 媒体报道称,之前美国政府内部,对取消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分歧非常严重。 其实美国这次严重的通胀,充分表明了美国经济体的虚弱。 美国通胀严重,根本原因有三个,一是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,和拜登上台第一年大规模释放流动性,差不多六万亿美元的流动性。 在全球根本接纳不了这么多美元的情况下,美国不通胀是不可能的。 美国为啥释放这么大规模的流动性? 根本原因在于疫情导致美国经济有陷入衰退的风险。 为了刺激经济特朗普和拜登都用了印钱的招数,而是美国挑起了俄乌战争。 美国挑起俄乌战争有地院政治因素,有经济因素,但它也产生了另一个恶果。 那就是国际油价的暴涨。 美国这次通胀的最重要因素,就是油价的大涨。 美国经济为啥对国际油价的承受力减弱了呢? 这表明美国能源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占比太高,而美国的生产对油价成本的稀释能力大幅减弱。 这表明美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。 反过来,相比2007年到2008年,中国经济对国际油价的耐受力较低。 今年中国经济对国际油价的耐受力要比美国高得多,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CPI。 涨幅非常小。 三是美国强加的中国输美商品关税。 中国输美商品主要是日用品,日用品凭空增加了那么多成本,美国通胀压力必然加剧。 现在美国在贸易战上和中国较劲了四年多后,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自吞苦果了。 这表明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,客观上超过美国了,无论美国是否愿意,都得吞下苦果。 出一千到一万,现在美国的这种状态表明,美国经济是真的有些撑不住了,不得不干一些自己不相干的事。 当今世界,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拼血,看谁更能扛,扛不住了就倒下。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形势,美国不乐意也没办法。